然番剧场!然番啦! 那次研讨交流会上 许多修炼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谈到了数法学领域发展早期的学者们 从零到有为人类数法学开辟道路的过程 那一次研讨会让胡伯源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数法学其实并非有自己想得那么远 平凡中也能诞生奇迹 数法学发展至今 许多概念并非全部都是由知名学者创造的 还有许多也是来自于平凡的普通学者 乃至热爱者 看完那一期节目之后 胡伯源的脑海中涌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为何不试试呢 当想法的种子在心底根植 就开始不可抑制的生长 终于胡伯源踏出了这一步 每天下班回家 他都会将时间用于学习 想要重新拾起心底已经熄灭的火焰 热爱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自我进修期间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 并一起建立了一个数法自学群 群里的朋友与他一样 都是热爱数法学 却并非是课班出身的 每当数法学领域里出现一个新颖的概念 都会成为群里热议的话题 群里的学习氛围浓厚 每当有其他群员遇到不懂的问题 都会集思广义来帮助解决 群内最辉煌的一次 集思广义提出的概念 被银河学府的术法部门采用 成为了制定新术法学概念体系中的一部分 这部分内容或许只是体系概念中微不足道的一句话 却也让群里欢呼了好几天 几次群里的线下聚会提起这件事都会让他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这样的生活让胡伯源感到十分的幸福 人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再加上现在已经充实的生活 除了爱情 一切都已经圆满了 四年来 胡伯源已经混成了群里的一号人物了 他的成长非常的迅速 从一开始的普通群众 到后面时常帮助萌星回答问题 成为了群里公认最优秀的老鸟 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群员们的鼓励下 胡伯源也终于踏出了向专业领域进发的脚步 这两年来 胡伯源时常参与网络举办的数法学概念赛 提出了诸多优秀的建议想法 给不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甚至有不少人认为 他是数法学专业领域的大佬 伪装成网络游客在装萌星呢 就在最近 胡伯源的名气大涨 这与最近数法学领域较为火热的概念 灵气转化有关 概念的提出者 是银河学府数法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他在分析了大量与灵气有关的资料内容之后 认为如果人类能够掌控灵气的自由转换 就能极大的推动修炼学的发展 举例来说 灵气是修炼学中最基础的能量物质 它能够转化为各种其他属性的灵气 例如火属性灵气 水属性灵气 气血属性灵气等等 银河学府的知名学者 由此提出了灵气自由转换概念 并在网络上集思广益 想要将这个概念变为现实 让人类修炼学从单一转换 进入到属性随意转换的阶段 这个概念在数法学领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有大量数法学专业学者参与了概念的完善 胡伯源就是其中之一 后继勃发四个字 完全能够用在胡伯源的身上 多年的热爱与学习 他累积了该领域大量的知识 与群员们的多年讨论 更是在他脑海中积累了大量新颖的概念 大概是三个月前 胡伯源将准备了一个月的概念 以及后续完善方向的论文 发表在了网络上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灵气转换 从灵气粒子的排列组合 剖析属性转换的可行性 全文共计五万余字 文章内容讲述的是基础设定 但在文章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概念 即使是数法学专业人士看起来 都是十分专业的讲解内容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许多想法 都在印证灵气属性自由转换的可行性 其中几个建议 更是在专业机构测试之后 确定了可行性 得到专业机构的评测报告 胡伯源在数法学领域一鸣惊人 网络上对于他的真实身份议论纷纷 与此同时 各大专业机构也对胡伯源感到了好奇 各大权威机构不同于网络群众 拥有城市最高权限的他们 能够轻松调取到胡伯源的真实身份信息 就像是封齐在新城庇护所内 调取身份信息相似 只要输入名字 然后筛选 就能得到胡伯源的详细信息 许多数法领域的研究机构 也因此注意到了胡伯源 调取了他的经历 以及过往之后他们发现了这颗蒙尘诸语 接下来没有任何犹豫 各大术法研究机构纷纷地给胡伯源 递出了橄榄枝 其中就有银河研究院 琥珀研究院 等专业修炼学领域机构的术法部门 这对于胡伯源来说 无疑是意外的惊喜 尤其是银河研究院的邀请 让他看到了圆梦的希望 梦想的火焰再度燃烧 这份热情终于有了回报了 没有任何犹豫 他选择接受了银河研究院的邀请 但在离开之前 胡伯源决定继续完善灵气转换的概念 并邀请组员们一起参与 一起见证 他知道群友们与他一样热爱着术法学 对于胡伯源成功被邀请加入了银河研究院 群员们也都纷纷给出了祝贺 他更是激励了群员们继续努力 也期望着有一天像他这般圆梦 这两个月以来 胡伯源辞去了在能源公司的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灵气转换概念的完善中 这期间 他再次修订了原本的论文 完善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他的成长肉眼可见 今天是胡伯源最后一次修订论文了 接下来他就要前往银河研究院 正式成为一名术法领域的研究员 已经是凌晨三点半 他不知疲倦 不断地在笔记本上勾勒着术法轨迹 期间时不时抬头敲打键盘查阅资料 或者是与群员们讨论概念上的问题 这时候的群员们都还未睡呢 都在俯入胡伯源完善概念 见证他从平凡到专业的最后一步 时间来到了四点 胡伯源终于收笔了 然后他将概念设计图 用专业软件录入在了电脑之中 当修订后的轨迹图 以及说明文字发表在群里 群员们为之欢呼雀跃 兄弟们早点睡 感谢一路陪伴 敲下最后一行字后 胡伯源关闭了屏幕 他脸摆放在房间门口 已经整理完毕的行李箱 他在脸上浮现笑意 读书室的梦想 终于在这时续上了 往后他也会将这份热爱 继续下去 为人类术法学的完善贡献 后续余生 他在这时站起身 脉步走向了卫生间 站在洗漱台前 他洗了把脸 抬头望向了镜子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晕眩 感袭来 身子不由地亮相一步朝前 差点一头撞在了镜子上 扶着洗漱台站稳了身子 他艰难地抬起头 发现镜子里的自己 竟然在扭曲 视线不断地旋转复原 再继续旋转 摇晃脑袋之后 视线并未恢复 他甚至有一种 将要窒息的感觉 似乎有一个声音 不断在他脑海中低语 试图改变他的思想与意识 他不断地摇晃脑袋 试图驱离这种不可控的感觉 但这些行为都是徒劳 他越发觉得脑袋昏沉 随时都会陷入昏迷 就在他亮相转身 想要去拿放在书桌上的手机 拨打急救电话时 他忽然看到门口 竟然站着一名身材 魁梧的身影 他浑身缠满了绷带 些许露在外面的皮肤 呈现紫色 他不像是人类 他的眼眸好像是漩涡 射人心魄 提表浮现数条 紧乎肉眼不可见的紫色线条 正在朝他蔓延 束缚 这样 就会 Cowboy 你这都是 对距离 毕竟 对距离 对距离